每天傍晚六点半,邓慧桥都会收拾好行装,准时出现在福州地铁二号线福州大学站,从这里出发乘坐七个站,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直播的地点,福州万宝商圈附近的电竞馆。 在直播间,邓慧桥时常工作到深夜,作为一名电竞女主播,邓慧桥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带来的快乐。 日前,中心社记者在福州约访了邓慧桥。 出生于1999年的邓慧桥是台湾台北人,三年前,他从台湾来到大陆就读,目前是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大三学生。 在电竞直播端,邓慧桥拥有着很高的人气。 我不是那种甜美型的女主播,就是我是比较,稍微就是男子气概一点,然后就可能是我个人特色吧。 那另外说是我个人打游戏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猛,对,就是特别厉害吧,就是比这种一般的女孩子。 那其实说,还有对游戏理解方面,那其实就会转化为我一个在解说工作上面的一个优势。 邓慧桥从9岁开始接触到游戏,慢慢对晋级类和多人连线的对战类游戏产生了兴趣。 从魔兽到英雄联盟,再到如今的《王者荣耀》,在游戏中,邓慧桥也渐渐看到了自己的天赋。 来到福州大学就读后,他加入了学校的电竞社,并尝试进行了英雄联盟高校赛福大上的电竞主持人工作,由此便慢慢走上了主播的道路。 近年来,电竞逐渐被大众所接纳。 尤其是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,电子竞技首次以表演赛项目的形式出现,让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入到了电竞中。 在邓慧桥看来,电竞选手背后承载着许多的心酸与努力。 就他自己而言,周而复始的早起晚睡,一天六至八个小时的直播,都是需要花很多精力才能坚持下来。 每一个怀有梦想的一些电竞人,他也会朝这个方向, 所以他竞争会相对激烈一些。 如果你不去提升你自己的话,你会被这个行业淘汰,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像鸭塔。 就是一路坐上来,就感觉比较多的是一个,就是我必须去跟进这个游戏的一个版本。 更需要的是一个对游戏的一个理解。 走进直播间,收拾装备,调试设备,晚上八点,邓慧桥准时戴上耳机。 在线上和熟悉的朋友们打着招呼,便开始了工作。 还有一年多时间,他就将从福州大学毕业。 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,邓慧桥表示,大陆的电竞直播竞争激烈, 他希望能够留在大陆发展,继续增强专业水平, 在电竞解说领域获得更大的成就。 当时我原本打算是毕业后考个研究,考完研究回去, 但是因为接触了电竞的时候,我就打算一直留在大陆这边了。 然后我希望之后是往这个签约的一个解说艺人方向去发展。 在福州的电竞圈,性格活泼开朗的邓慧桥有个别名叫台妹。 如今,他也经常参加到两岸电竞赛事中,单单解说。 在邓慧桥看来,电竞也是促进两岸年轻人友好交流的一个桥梁。 最早最早的一个两岸的一个电竞的互动模式, 应该说是一个从也是从比赛开始,就是一起举办比赛, 那到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人才之间的一个互通, 那还有说一些经验的一个交流, 还有一起共办这种电竞学院也有。 那其实我感觉两岸透过这种方式去交流, 那加深彼此一个对电竞的一个发展程度我觉得挺好的。 那也是我觉得电竞也是促进两岸年轻人的一个友好交流的一个桥梁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